阿联用脚步打进 打了一个9比0 分开到7分了 显心又是一个成功当手 比赛开始首先获得球权的是广东队 阿联还做贾成 有体重和身杠上的优势 没有协防 自己单打命中 好球 非常扎实的技术动作 夹击 就给你外线 你看贾成的协防 这球虽然犯规了 但是你看贾成的行 他是有意识的 不是只盯着自己这一个人 能够去防整个区域面积里的防守人 没给啊 还是找到了横移的阿联 这样让阿联去接应 上球能力太快了 阿联又是持球攻 顶着 2加1没有打成 就是你吃了半天球 你没办法改变防守 最终又是 现在100元反而依赖我们 好球阿联补众 上来的时候阿联补众 好球阿联 好球阿联 真是 定海神针 在掌控球权 他来分配 阿联枪突 造成犯规 好球 好球 在篮下还有一个阿联补众 一个7比0 好球 强大的个人能力啊 三分线上打到 阿联补众 脚步 打进 9比0 打了一个9比0啊 分开到7分了 显心就是一个成功防守 好 实力不如对手 天赋水平不如对手 轮转的长度不如对手 而且一度靠尘 拳滑斑 也太大了 是 而且阿联呢 你看他肌肉类型 包括他这种素质 他是属于爆发力比较好的球员 状态也好 因为他前两场比赛打都不是很顺 他总会及时的调整 现在心态也会更加平稳 好球 厉害 阿联真稳啊 嗯 常规这么打的话 造成犯规 难了 还有就广东队每一个防守 都得防下来 是 因为这个分差啊 真的是相对安全 是 阶段呢 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刻 因为山东来这儿之前也是两个人败 嗯 最后说需要你的时候来两个冷枪啊 就得解决问题 那边就强打 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对 其实挺痛苦 其实挺痛苦 好运动员也好 球队也好 再去成长 山东 广煞 嗯 连翘队也都不打了 113比100 诶 这是飞进了吗 哈哈 啊 镜头没有跟上啊 嗯 有没有到时间